最近,网络上对于英国王室的夏洛特公主长得像谁这个问题,很多王室粉丝都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有王室粉丝表示夏洛特公主最像父亲威廉王子,因为威廉王子像戴安娜王妃,所以夏洛特公主也有点像祖母,可观察夏洛特公主平常的一举一动,有些神情又很像曾祖母伊丽莎白女王。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对比照确实如此,夏洛特公主身上有三个人的影子,同时也不得不感叹,王室的隔背遗传基因强大,目前夏洛特公主才八岁,但公主发十足,近日有网友用高科技制作了夏洛特公主十八岁的样子,大家再猜猜她最像谁。 十八岁的夏洛特公主成了瓜子脸,不过她高高的鼻梁像极了戴安娜王妃,坚定的眼神依旧像伊丽莎白女王,不过看不出威廉王子的影子了。 还是很期待成年后的夏洛特公主,毕竟父母的基因好,至少身高不用愁,还有她的长相,不管十八岁以后像谁,至少现在的夏洛特公主很漂亮,以后变化也不会太大的。 在大多数吃瓜网友眼中,也不过是个有头衔的普通小孩,但是她却被媒体称为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小孩,未来能给英国带来的价值甚至超过哥哥乔治王子。 一方面她的气质无人能及,另一方面是由独特气质带来的带货能力,也就是变现的能力。 小公主安静时,身上有曾祖母伊丽莎白的不怒自威,曾参加曾祖父菲利普亲王追思会时,一身藏蓝色大衣,搭配打底袜和小皮鞋,眼神就十分有震慑力。 比乔治更有压迫感,虽然没有继承到戴安娜王妃的蓝色眼眸,但是脸型却很像祖母,天真无邪的神态有时候也能看到戴妃少女时期的影子,而眉眼则更像爸爸威廉王子。 难能可贵的是,夏洛特虽然生在皇家,从小就是接受公主教育,身上却依旧有小女孩的天真烂漫,气质中更多了一份无拘无束和阳光自信。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近年来,各国王室的事件屡屡引发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查尔斯国王家勉礼,约旦王储大婚,尤其是哈里出庭控告英媒,闹了一个大笑话。 哈里王子最近控告英媒,长达六个小时审问,有十八次承认我不知道。 九次回答我不记得让人笑掉大牙,网友纷纷说,二哈,被整哭了。 最让瓜有可笑的是,哈里王子在被胎书中自曝透露了他在十七岁时失去童真的事情,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Sasha Walpole是那位神秘女子,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为哈里王子隐瞒这个秘密二十多年,很惊讶哈里会在书中公开这段往事。 哈里也提到了一些包括被哥哥威廉打倒在地和曾穿内粹制服参加化妆舞会。 然而,他说是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让他戴上万字符袖章的,这甩锅游戏哈里玩得很溜,但他没有提到这是他个人选择。 哈里王子在被胎自传中坦承,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曾经吸食过大麻和致患蘑菇。 他表示,这些行为是他年轻时不懂事,已经戒掉了吸毒。 根据美国移民法,如果申请人曾经吸毒,可能会被判为不得移民美国。 这意味着,如果哈里王子想要前往美国,他可能会面临被拒绝入境的风险。 其中,他还提到反对英国王室的是习制,这让很多人不解,毕竟王位的继承人是他大哥威廉王子,这样公开反对就是和大哥过不去。 加上有预言家表示,哈里王子会成为国王,所以哈里夫妇这几年完全不把王室放在眼里。 现如今,哈里王子不能和威廉王子相提并论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再回到小时候,哈里王子也不能和哥哥比。 作为查尔斯的长子,威廉王子从出生就拥有了不同的命运,包括戴安娜王妃从小就要培养威廉王子面对媒体和镜头。 面对群众的欢呼,威廉王子从小就学会了挥手制意,这可能是对他最基本的要求。 和父母一起参加活动时,威廉王子也表现得有模有样,主动握手,大胆走向人群和围观群众交流,就因为从小抓起。 所以,威廉王子如今能成为英国王室最受欢迎的人员,期待最高的君主。 而哈里王子不同,他坦言自己过着备胎生活,这样说来,查尔斯和戴安娜王妃从小对他的培养就不一样,这和威廉王子过着亡的养成的人生截然相反。 所以,哈里王子现在不服也没什么用。 另外,哈里王子现在还卷入了一起美国法律案件。 据报道,哈里王子的前女友克莱门蒂娜,伯杰正在起诉他,指控他在2018年在加勒比海度假时,未能履行他们之间的协议,即支付他的法律费用和生活费用。 反观梅根对于哈里王子的所有行为熟视无睹,梅根是哈里的妻子,他的行为是否真的熟视无睹? 还是他选择了保持沉默? 据报道,梅根聘请了米歇尔的前新闻主管,这个消息表明梅根正在积极地寻求自己的事业发展,可能是希望借助米歇尔的影响力,为自己的事业发展打下基础。 上个月梅根获得《远见女性奖》中获得最高奖项,这个奖项表明梅根在女权积极地反映剧《旗帜晚报》说, 我认为她绝对不会竞选总统,但我不排除她竞选参议员或众议员的可能性,因为你知道,她擅长演讲。 梅根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女演员,出身也并不显赫,能够忽然翻身嫁给英国王子哈里,成为王妃。 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梅根自己也承认了,翻阅哈里的社交账号的方式了解接触她,梅根真的是一个玩心的高手。 也怪不得哈里会被梅根吃得死死的了,梅根是否会进入政治领域? 梅根的演讲能力和社会影响力都是她进入政治领域的优势,但是,梅根是否真的有意进入政治领域,还需要时间来证明。 华尔街邮报最新报道,哈里和梅根制作了好莱坞失败之作,他们自己报道中相当直白地称, 网菲官网称网菲与哈里王子和梅根的合约将到2025年到期,他们不会有续约意愿。 Spotify对梅根马克尔的懒惰与人品问题提出纸要,签约三年,作品仅十二集,关键是梅根只负责后期配音, 她连被采访的名人面都未曾见过,作假也是太明显与过分了。 其中有一个令人捧腹的经典情节,梅根马克尔给T-Swift亲自手写了一份函,邀请她进入她的播客, 这可是一个大好机会,可惜的是被她的经纪人扔到一边,不予理会,这可是苏塞克斯公爵夫人的亲笔信。 或许梅根自认为自己身份高贵,因为王室头衔与生俱来的优势, 但梅根马克尔与王室分裂后,她通过抨击王室成为著名的前王室成员, 她不仅失去了王室的继承权,还人气持续下跌。 但梅根依旧不忘为自己贴金,她被问到她是否得到掌权者支持时, 梅根强调王室和为王室服务的人是完全不同的, 把他们区分开十分重要,因为比分说,女王一直对我很好。 事实上,已故女王在病情严重时,她特意叮嘱, 如果哈里与梅根分开,一定要张开双臂欢迎, 但坚决拒绝恶魔梅根回到王室。 梅根在自己的博客上其实还邀请了其他名人, 包括她的轴里凯特王妃,但继二连三被拒绝, 王室专家理查德·帕尔默说, 他们之间现在没有任何关系,也许这种情况未来有所改变, 但目前两人关系还是比较紧张的。 梅根马克尔自认为自己有着苏塞克斯公爵夫人的头衔, 高贵无比,但在一系列操作下, 她自取其辱,很多名流并不会给她面子。 在美国上流社会,梅根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之前在特朗普前妻的葬礼上, 当时在纽约的苏塞克斯公爵夫妇没有受到邀请, 在英国皇家赛马会上,哈里王子夫妇被人遗忘了, 在一年一度的加德日活动上, 无人提及缺席的苏塞克斯公爵夫妇。 在美国加州蒙特·西托的豪宅里, 他的一对儿女也受他们牵连, 没有堂兄堂姐堂弟堂妹, 没有表姐表兄表弟表妹, 他们缺席的亲情, 让他们似乎成长于一个孤岛上, 除了仆人与他们的父母。 梅根·马克尔的做法, 让他们得到一个重亲叛离的结局。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